黃金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前面老師介紹過7的運算了 對吧 所以說這次介紹組合之前 老師先把整個組合的觀念整理一下下 來我們看這邊看這5個小題 這5個小題只要學會了 組合就沒問題了 來怎麼說 你看一下第一小題 10個當中選3個排列 幫忙自己 從10個當中選3個排列 這沒問題幫忙自己 平了10取3 這樣可不可以 老師一直在強調什麼叫排列 其實排列最著名歷史就是什麼 頒獎 你有沒有上台領過獎 你上台領獎詞大家必須要講 按照名次順序站好來對不對 甲乙丙 對吧你上台領獎詞 甲乙丙 代表甲是第一 乙是第二 丙是第三 甲丙也 代表甲是第一 丙變第二了嘛 已變第三了嘛 所以說只要順序不一樣 名次就不一樣嘛 所以排列最著名歷史就是什麼 頒獎 大家必須要按照順序站好來 只要順序不一樣 名次就不一樣了嘛 這樣行不行 行嗎 所以10個當中取3個書來排列 方法是平了 10取3 這樣行不行 代 那什麼叫組合 組合最著名歷史就是掃射所 你看這邊 10個當中挑3個去掃射所 問你方法自集中 在我面前有10個人 我派3個去掃射所 來 甲乙丙 你們3個去掃射所 不好 換人家 甲乙丙不好 我化成甲乙丙去掃射所 我再化成乙甲乙去掃射所 再化成乙甲乙甲去掃射所 老師問你有沒有差 這還是他們3個人嘛 雖然我甲乙丙甲乙甲乙 乙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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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順序不一樣 結局有沒有一樣 一樣嘛 還是他們3個去掃射所嘛 這時候會不會因為我心念後念 順序不一樣 而方式有不一樣 不會嘛 可不可以 所以老師問你 10個當中挑3個去掃射所 怎麼算 對 原本10個當中挑3個掃射 啤勒 10許3 這樣行不行 所以10個當中原本挑3個 是啤勒 10許3 但是現在去掃射所 這3個人有沒有先掃後掃 順序的差別 沒有 把這3個人的順序拿掉 垂起接 閃接 這樣行不行 像這種不達寫法 我們在數學上 我們在數學上 我們把它簡化成 啤勒 10許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老師前面講過 什麼叫 7的N許R 它等P的N許R 底下 寫R 再除以幾階 R階 或者是要除以R階 因為數學幾樣 不排列 不分順序 所以原本10個當中取3個是P了 10許3 但這3個人有沒有先掃後掃順序的差別 沒有 把這3個順序拿掉 誰幾階 3階 像這種不達寫法 我們就把它簡寫成C了 10許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常講 排列有順序的差別 數學幾樣 不分順序 這樣行不行 老師你這樣講 我還是搞不清楚 排列和組合的差別 來老師舉例 好不好 同學們好好聽 全班50個同學 我派3個同學去參加 書法 作文 美術比賽 告訴我 這時候是P了50許3 還是C了50許3 來再一次 全班50個同學 我派3個同學參加書法 作文 美術比賽 這時候方法幾種 是P了50許3 還是C了50許3 告訴我PIC 提了50許3 老師為什麼P 你看 全班50個同學 書法 作文 美術比賽 行不行 他們三個同學吧 這個書法 這個作文 這個美術比賽 你可以隨便更改嗎 改成 書法 作文 美術嗎 這原本書法天才的 你只要參加美術比賽 他拿毛筆去畫畫 所以說注意聽 這時候有沒有指定項目 有 你可以隨便更改名單嗎 不行 名單一更改下去 方法就不一樣了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有指定項目 有順序 有FU 對吧 所以說50個派3個參加書法 書法 作文 美術比賽 所以辦法是P呢 50許3 這樣行不行 那如果說老師把題目改成 全班50個同學 我派3個同學參加比賽 誒誒誒 無緣無說什麼比賽 沒有 你只要從50個當中派幾個就要 派3個 所以這時候是C呢 50許3 這樣可以嗎 有指定項目 書法 作文 美術的時候就P呢 50許3 那我今天只有50個當中派3個參加比賽 什麼比賽 怎麼講 沒有嘛 你就隨便派3個就好了嘛 這時候是C呢 50許3 這樣行不行 再一題 班上有20個同學 我要派 我要選兩個同學 擔任班長 副班長 問有幾種方法 班上有20個同學 選兩個同學 擔任班長 副班長 問你方法幾種 這是我們指定項目 有 班長 副班長 可以隨便更改嗎 因為他當班長了 他當副班長 現在改恨 他當副班長 他當班長 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說這時候是P呢 20許2 這樣行不行 那如果題目改成 班上有20個同學 我派兩個同學 當幹部 20個同學 我選兩個同學 當幹部 有沒有說哪個幹部 沒有嘛 所以C呢 20許7 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指定項目 有順序的FU 這時候是什麼 排力 沒有指定項目 對吧 這時候是什麼 好 組合 這樣行不行 今後 再來看這邊 那10個當中選7個不少射手 方法是幾 從10個當中挑幾個 挑7個嘛 所以方法是C呢 10群幾 7 這樣行不行 你觀察一下這兩句話 這樣有10個人 好不好 10個群3個少射手是C呢 10取3 什麼意思 這樣有10個人 對吧 你們3個去掃射手 告訴這7個少不少 不少 另外一種選法 10個人 你們7個比較少 這3個少不少 少吧 告訴這兩句話 其實意思一不一樣 一樣嗎 10個當中選3個去掃射手嗎 可見是有7個不用掃 看你這句話 10個當中選7個不掃射手嗎 可見是有3個要去掃 可見這兩方法沒有一樣 有吧 所以老師剛才講過 只要C的N取R 會比C的N取多少 N-R 只要這樣相加是N 相加是N 答案就會一樣 這樣行不行 怎麼說老師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後面最後有100題 舉例舉例 後面最後有100題 我們等一下回家之後 等一下回家之前 我們勾98題回家寫 哇 老師你100題勾98題 勾到民國幾年啦 乾脆 我們100題當中勾 2題不要寫 意思有沒有一樣 一樣吧 原本100題勾98題 慢慢勾是要勾很久 我現在100題勾2題不要寫 有沒有一樣 有吧 所以說只要這樣相加4題 140就一樣了 可見 可以好 大 10個當中選10個去掃射手 放在4期中 10個人當中選10個人 放在4期 4呢 10取10 幹什麼 10個人 你們10個通通都去掃射手 所以 10取10回4期 1 大家都去掃 對吧 所以剛才講過嘛 10取10時期 1 用開了 那10個人當中選10個去掃射手 10取0 你們10個通通都不要掃 告訴我方法是騎手 1種 對吧 所以剛才講過 10個 恩許0也會試騎 1 這樣行不行 請後 麻煩你把這 10個地方整理一下 這樣行不行 請後 來我們再 我們多起幾個例子 來看這邊 他說 求下列奇幻之發生法 來 第一小題 他說 老師從10名學生當中 任選3名學生去 敲花 掃地 插黑板 我建議你喔 把 交花 交花圈起來 掃地 掃地 圈起來 插黑板 插黑板 圈起來 問你有7種不同的方法 老師從這10個學生當中 任選3個 去 敲花 掃地 插黑板 這時候從10個當中挑幾個 3個 有沒有先選 後選順序的差別 有 有此定義下 不用看 所以方法是 P了 10取3 這樣行不行 把它掃開自7 720 再看第二小題 老師從10個學生當中 任選3名學生 出 公 猜 欸 我說出什麼公猜嗎 沒有 我只要隨便從10個當中挑幾個 挑3個 所以說這時候方法是 7了 10取3 這樣行不行 把它掃起來自7 120 行不行 這兩題你們欣賞一下下 好不好 這就指定了項目 對吧 所以說指定項目用誰 來 題 這邊我們指定沒有嘛 就10個當中派幾個 派3個同學出公猜事就好了 這時候是什麼 起了10取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後 再來看底下這題 數學做考考試考10題 任選5題做他 其中前3題必一定要做 我有幾種方法 來看第一小題 你看這邊 數學考試考幾題 10題 對吧 任選5題做哪 從10題當中挑幾題 挑5題嘛 可不可以 其中前3題一定要做 換句要做前面3題一定要做 換句要從前面3題當中做幾題 做3題 那這時候我只要再從後面當中再挑幾題 再挑2題是不是叫的 問你有幾種方法 告訴我這題用PIC 我這時候做數學題目 我先寫第一題 再寫第二題 看我先寫第二題 再寫第一題 有沒有差 有沒有先選後選差別 沒有 所以不分順序有什麼 組合 這樣行不行 大家看一下 我前3題是一定要做 換句要說 我從前面3題當中挑幾題 3題 再搭配 我再從後面幾題 7題 再挑幾題出來 2題 所以方法是7了 7起2是不是叫的 把它乘起來 藍式晶21 看可不可以 所以第二小題一樣 他說某數學初考一樣 考試考幾題 10題 從這10題當中 原本要選幾題了 5題來做 但是很抱歉 前3題一定不要做的 換句要說 前面3題當中挑幾題 0題 我只要再從後面這邊挑幾題 5題 這就出來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 我先從前面3題當中挑幾題 0題 搭配再從後面7題當中挑幾題 5題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 還告訴我 C23許零四幾 1嘛 C2715 對吧 可以轉換成C了 C7幾 2 所以乘起來一樣四幾 21 這樣行不行 以上 麻煩同學們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再繼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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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